這是IPEC在台灣召開聯會意義非常重大 有23國及歐洲議會 共49位國會議員和政要 不怕打壓 不遠千里而來 不但是歷來人數最多的跨國國會議員訪團 更展現出各國對台灣的重視和支持 近年來 中國在東海南海擴軍 不僅僅在台海進行軍事演習 也和俄羅斯在南海 西太平洋 進行海空聯合軍演 就在這個月 北約峰會聯合聲明更指出 中國是惡物戰爭的關鍵支持者 中國威權主義的退外擴張 除了對周邊國家進行軍事恫嚇 也藉由外交打壓 經濟脅迫 網路攻擊 散佈錯假訊息等手段 不斷提升灰色地帶侵擾 破壞區域的和平穩定 中國的擴權行為 也經常是透過法律戰 或是扭曲歷史 中國錯誤權勢聯大第2758號決議 與一中原則不當連結 企圖用來限縮台灣的國際參與 並且建構中國武力犯台的法律意義 我們遭受責任重大陸 在這 abandon家的特產領域 特別是在 geopolit時代時代 коли貴金會發生了 這邊的軍事行中 在又在更多貴贈rows 所構成的特質高度 在台灣的陸陸 So your presence here is at a very important moment as we strive to make Taiwan much more resilient in our own self-defense Thank you. Please be seated. 來自23個國家以及歐洲議會 49位國會議員以及政要 中華民國台灣在場各位國會議員 台灣各界的貴賓 各位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首先熱烈歡迎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正義之士來到台灣 IPAC從2020年成立以來 一直堅定支持台灣 各位會員在各國國會和歐洲議會 扮演關鍵的角色 推動支持台灣的決議和法案 每當台灣遭受來自中國的威脅 IPAC也和台灣站在一起 聲援台灣 力挺台灣 我要代表台灣人民向各位表達 最真實的感謝 這是IPAC在台灣召開聯會意義非常重大 有23國及歐洲議會 共49位國會議員和政要 不怕打壓 不遠千里而來 不但是歷來人數最多的跨國國會議員訪團 更展現出各國對台灣的重視和支持 也向全球的民主夥伴發出重要的訊息 民主需要團結 民主需要守護 大家更以行動證明 願意為對抗危險主義擴張而努力 台灣位於第一島鏈的戰略位置 站在世界民主防線的最前緣 有守護民主台灣的決心 更有和大家一起奮鬥 維持區域和平的堅定信念 因為我們深信 台海的和平穩定 跟全球的民主、和平與繁榮發展息息相關 近年來 中國在東海、南海擴軍 不僅僅在台海進行軍事演習 也和俄羅斯在南海、西太平洋 進行海空聯合軍演 就在這個月 北約峰會聯合聲明更指出 中國是惡物戰爭的關鍵支持者 中國威權主義的退外擴張 除了對周邊國家進行軍事恫嚇 也藉由外交打壓、經濟脅迫、網路攻擊、 散布錯假訊息等手段 不斷提升灰色地帶侵擾 破壞區域的和平穩定 此外 借這個機會 我要特別感謝美國政府 以及歐洲議會等國際力量 分別透過公開說明或決議 反對中國錯誤權勢 聯大第2758號決議 與一中原則不當連接 企圖用來限縮 台灣的國際參與 並且建構中國武力犯台的法律意義 我要強調 中國對任何一個國家的威脅 就是對世界的威脅 台灣會盡一切力量 跟民主夥伴共同撐起民主保護傘 讓民主夥伴國家 免於威權擴張的威脅 攜手促進世界的民主 和平與繁榮 這是我們對國際社會的承諾 也是台灣當前的全球願見 台灣將以和平四大支柱行動方案 作為行動指引 第一根支柱是強化國防力量 我們將持續推動國防自主 以及對外進行軍事採購 建立引進新興技術的機制 以及建構全民防衛體系 上個月我也宣布 將在總統府成立全社會防衛潤性委員會 來強化社會整體的潤性 足以因應各項挑戰 上個禮拜 台灣剛舉行全國性防衛作戰的軍事演習 今年特別以無劇本實戰化的方式 來驗證國軍的應備能力 也展現我們守護國家的決心 第二根支柱是建構經濟安全 台灣擁有強大的科技實力 以及創新能力 半導體產業也領先全球 這是台灣的優勢 也是台灣的責任 我們將持續努力跟理念相近國家 一起打造民主晶片永續供應鏈 促進世界的繁榮發展 我們也期盼 台灣和各國深化經貿連結 包括加入CPTPP 與歐盟洽簽經濟夥伴協定 接續推動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 以及台英提升貿易夥伴協議的 後續協議談判 共同創造更豐碩的經貿成果 第三根支柱是 加強與民主國家肩並肩站在一起 共同發揮威者的力量 以備戰來備戰 靠實力達到和平的目標 我們看到G7領袖上個月發表公報 同身台海和平穩定 對國際安全及繁榮不可或缺 並且首度納入支持台灣有意義的參與國際組織 另外 IPEC今年啟動的MIS行動計劃 讓各國能夠了解在台海地區發生的任何衝突 都將對全世界造成比俄烏戰爭和COVID-19疫情更深遠的經濟衝擊 我們除了表達由衷感謝 同時也將持續推動台灣的國際參與 在全球安全供應鏈 公共衛生 氣候變遷等議題 對國際社會做出更多的貢獻 第四根支柱是 穩定 而有原則的兩岸關係領導力 我們知道各位國際友人都很關切兩岸關係 身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一員 台灣會自力維護區域的和平穩定 不卑不亢 維持現狀 我們也願意在對等尊嚴的原則下 以對話取代對抗 交流取代圍堵 而中國進行交流降低衝突 達到台海的和平穩定 以上我所提出的行動方案 將團結所有國人力量來落實 我們要以團結的民主台灣 為全世界做出更多的貢獻 台灣需要世界 世界也需要台灣 度具民主和平繁榮 是全球共同的目標 我要再次感謝各位力挺台灣 也期待我們繼續團結一致 攜手合作來落實願景 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帶ء